出獄前三天上訴,蔣麗麗求犯案 著名工業家蔣振,除了政壇元秋是她的女兒 還有一個女兒叫蔣麗麗 是太平洋興業前主席的蔣麗麗 因為串謀公司兩個高層 暗持公司應股權再出售徒利 前年被判監三年半 原本後日就刑本出冊 但她就提出上訴 至於原審法官分析證供時犯錯 要求推翻定罪 雖然爸爸昨天沒有出現 但她老公… 繼母和寧玉麗姐姐都有到庭旁丁支持她 資料顯示 當年她指示私人助手 向三個獲證認股權的東莞員工 拿了250萬 再約助手到銀行交售 2分59秒後 她再將錢放入保險箱 律師昨天說 張麗麗和助手 根本難以在短短的時間內 處理這麼多現金 即而原審法官 沒有考慮這個客觀上的不可能 還說助手事後回到東莞 可能根本沒有把錢交給獎勵你 靈訊今天繼續 好